老太粘起自己的皮肤 用力一扯 一个大洞赫然显现 诡异的是 血管却是有几个毛线组成 勾勾手指 毛线还会跟着一起活动 但这个满头白发的老太 其实才25岁 不久前 安娜来看房子 尚未租客是个老太太 因为着急环游世界 就以极低的价格 要把房子转租出去 房子干净整洁 除了装饰全是累丝 略显老气外 其他地方安娜都十分满意 可这极低的房租 不免让安娜有些疑虑 不会是有啥坑吧 这时 公寓管理员却说 这里有政府补贴 所以才价格优惠 就这样 安娜的顾虑被打消 见状 管理员立刻递上合同 让她拿出护照 登记签字 一气呵成 老太太在一旁紧张地盯着安娜 看见手续办好后 她仿佛松了口气 开心地说了一句 车到了 背起行李转身就走 安娜懵了 这么着急吗 而不光老太太 管理员亦是如此 地上要是后头也不回的就走了 留下安娜一人风中凌乱 来不及多想 安娜开始收拾起自己的温馨小家 搬起箱子 物件洒落一地 安娜捡起一看 是以前的照片 满满的回忆 但此刻的她 没有心情沉浸过去 很快收拾好心情继续打扫 看着老旧的墙壁 安娜打算改造墙面 将它刷成白色 看起来简约又大气 接着在收走桌面的小摆件 擦干净镜子的灰尘 清理多余的蕾丝装饰 收拾了满满一大包 下楼扔垃圾 真是整洁又笑语 就在这时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墙壁的花纹再次出现 柜子上的蕾丝垫 也渐渐显出了痕迹 新鲜的水果 一转眼也开始发烂发臭 回到房间的安娜 抬头看见那块丢掉的蕾丝垫 又回来了 只能继续收拾垃圾 可再一扭头 白色墙壁已经恢复成了原样 咱们安娜也是心大 不服舒适的又刷了一遍 出门丢烫垃圾 镜子又再次布满灰尘 垒丝垫和小百件也都物归原处 不甘心的安娜 一遍遍地重复干活 垃圾箱都堆成山 安娜都累出了硕大的黑眼圈 拿出小刀划开墙壁 直接撕开墙纸 好家伙 里面又是一层 再撕 还是一层 那再撕 还是一样 不知撕了多久 又变回了原本墙纸的颜色 一夜过去 安娜累到不省人事 早上被复古音乐唤醒 来到镜子前 整个人都不好了 怎么一夜就老了这么多 安娜找到管理员 告诉她这房子有问题 不能住 要退租 还要告她欺诈 随后又拿出合同 还递过一个放大镜 这个霸王条约 被写在合同的角落 当时签合同 安娜完全没有注意 安娜说这不合法 管理员说那也没人管 见退租无补 安娜只好去看医生 诉说自己的遭遇后 让医生帮忙看看自己变成这样 到底是什么原因 看见安娜的状态 医生建议她去找 整容医生做拉皮手术 看见医生以为自己精神不正常 安娜拿出护照 想证明自己的年纪 谁知一打开 照片已经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其他信息也被 邪门的蕾丝全部覆盖 从医院出来 安娜打算去住酒店 可前台已没有护照为由 拒绝她入住 安娜使用美元剂 前台一脸嫌弃地甩开 没办法 只能用钱解决了 果然 有钱能试鬼推磨 前台很快就办理好了入住 安娜接过钥匙前 反复确认房间里有没有垒丝店 得到没有的回答后 她安心地睡下了 可一觉醒来 安娜傻眼了 一个白发苍苍的女人 出现在镜子里 一咳嗽 连牙齿都脱落了 安娜再次找到管理员 问她到底怎么样才能结束这一切 管理员解释道 一旦入住 离房子越远老的就越快 唯一能解脱的办法就是 找到下一个租客 就像之前那个老太太 找到安娜一样 安娜撂下狠话 我绝不做这么无耻之事 接着转身回到房子 把酒精散满房间 准备直接烧了它 管理员直觉不妙 让她不要冲动 但安娜不听 点燃火柴 往地上一丢 可大火没有燃起 地毯仿佛是绝缘般 直接将火柴熄灭 下一秒 安娜感到凶闷窒息 嘴里还吐出一根白线 紧接着倒地不起 好在管理员及时赶到 从安娜口中拉出百米白线 一个蕾丝店扯了出来 平静下来的安娜委屈不已 自己没做过坏事 为什么偏偏是她被选中 管理员拿出一张照片 告诉她 很久以前 隔壁有一所小学 但小学生们都长着老人的模样 从那时起 大家就发现这里房子不对劲 后来有位官员想强行拆除 却死于非命 现在找来一位位租客 就是为了稳住房子 不让他再生事端 安娜不想坐以待毙 第二天精心打扮一番 找到了前男友 想让他帮帮自己 可此时 前男友已经认不出安娜 还以为她是安娜的奶奶 连忙说自己和安娜已经分手 现在着急找房子 转身上了新女友的车 安娜回到房子 感到身心俱疲 这时壁炉自动燃起火光 炉子上还煮起了热茶 收音机放起了她喜欢的音乐 一睁眼一盒饼干就在面前 房子似乎在求和挽留 可安娜对此也是厌恶至极 全部倒掉不接受这份道歉 又过了几天 安娜走路都需要拐账了 一摸皮肤 质感都是干巴巴的 用力一扯就像撕胶带一样 破开了一个大洞 里面也不是血肉 变成了毛线和垒丝 如果再不逃出去 恐怕她就要和房子融为一体了 于是安娜让前男友来看房子 让其成为下一名租客 安娜看着两人 不见些事的撒狗粮 心中不是滋味 两人很快就确定了租房意向 可就在签合同时 安娜一杯热茶泼了上去 一边骂一边赶走两人 这房子不出租了 公寓管理员看着安娜 有些无奈 她从没见过如此固执的人 就这样丢掉了唯一的活命机会 可安娜却下定决心 不让别人再受到 这个房子的伤害 为了不反悔 还让公寓管理员离开时 从外面反锁好房门 再也不要回来 继而 安娜颤颤巍巍地走向窗边 感受了屋外的气息 接着坐到了沙发上 只见毛线血管钻出她的皮肤 蔓延至沙发 整个身体也逐渐被沙发吞噬 身体血肉也化作毛线 致近了沙发的纹理之中 没多久 一块漂亮的蕾丝垫 出现在沙发之上 至此 安娜也成为了房子的一员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蕾丝垫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